在每一届的选举中 海外邮寄选民除了面对竞选期时间紧凑 寄送服务也是一大问题 大马投票联盟就现役选举委员会 可以将竞选期延长至21天 以及通过和大马驻外国大使馆合作 以简化邮寄选票的流程 竞选盟也促请选委会尽快推出线上投票程序 进而解决返乡投票的高额交通费用 在去年的第15届全国大选中 海外选民的人数骤然飙升 这也间接造成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 去年大选尽心尽力飞往多国 协助收取海外选票的非政府组织 大马投票联盟说 以当时的经验来看 14天的时间是不足以完成 整个海外选票邮寄的工作 尤其运往西方国家所需的时间较长 有许多选票在投票日前夕 甚至是投票日后才落入选民的手中 让选民无法投下手中的一票 为此 大马投票联盟今天向选举委员会提出多个宪议 包括将竞选期延长至21天 好让海外选民能顺利履行公民责任 不光如此 大马投票联盟提出 希望选委会能与各国大使馆合作 比如允许海外国人 在驻当地的大马大使馆投票 亦或是由驻外国大使馆 来寄送邮寄选票 以解决快递服务的延误问题 对于这两项建议 也在现场的一众议员 以及竞选盟主席范屏东 却有不同的见解 哥打胡姬原任州议员 纳兹旺就指出 拉长竞选期说来容易 但当中涉及了政党所需的竞选开销 以及人力 要立即落实还需从场计议 与大使馆合作的建议亦是如此 万达镇州议员加玛利亚表示 这项建议涉及的大使馆太多 而且当中还需要探讨许多层面 比如各国的大马公民人数 当地公民住处与大使馆距离等等 所以若要在来临的州选就落实 对选委会来说有点强人所难 尽管我国选举机制 长达12年的竞选盟则点出 我国大可致力于开发线上投票系统 以简化选举的繁杂程序 范平东表示 大众或许会担心 线上将会让有心人士更容易作弊 但选委会可以为每一个人 设置一组专属的号码 以限制每一个公民投下的票数 他也向选委会喊话 表示竞选盟并非敌人 寄望双方有朝一日可以召开会议 进而改善我国的选举机制 马兴社电视谭祖宏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場 感谢观看